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十一章 我们从第一节念完第十节 罗马书第十一章 从第一节到第十节 请大家放开你的圣经 我们可以一起来念 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 我且说 神记绝了他的百姓吗 端虎没有 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 亚伯拉罕的后裔 俗边亚敏自派的 神并没有弃绝 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 你们岂不晓得 解尽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 他在神面前 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 主啊 他们杀了你的先知 拆了你的祭坛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说我的命 神的回话是怎样说的呢 他说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这层上是历积的 如今也是这样 照着拣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 既是出于恩典 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这就是神经说的 以色列人所求的 他们没有得着 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 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 如今上所记 神给他们昏迷的心 眼睛不能看见 耳朵不能听见 直到今日 大卫也说 愿他们的言识 变为网络 愿寄见 变为半角色 做他们的报应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 不得看见 愿你时常 挽下他们的腰 在过去几个礼拜 我们看到 神有绝对的主权 有完全的自由 来拣选 要雷敏谁就雷敏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觉得我们是一个安慰的话 觉得我们是有好处的事情 当我们想到神的拣选 当我们想到神的拣选 是无条件的 是他完全绝对主权的拣选的时候 有些人会有push back 有些人会觉得 好像很不合理 好像是对我很不公平 可是神不是跟我们讲公平 神是跟我们讲共证 神是跟我们讲公义 祂就是那一位共证 共义的神 祂按着祂自己的美意去成就 去把一些 我们所不配的恩典 带下来给我们 神的拣选是无条件 却是恩典的拣选 是出于祂自己的美善 上礼拜我们看到 神透过周约的先知约尔 对以色列百姓说 有一天到那个时候 凡求高耶和华民的救必得救 可保罗把这句话 延伸到犹太人和希利利人 他说犹太人和希利利人 就是全人类都是一样 都没有分别 都是一样凡求高主民的 救必得救 这句话已经应验在 所有信耶稣的人身上 就是口里任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照待从死里复活的人 相信耶稣是神子的位格 Believe in the person 我们呼求主民 呼求祂这个位格 祂是神这个事实 接受圣经里面 关乎祂的启示 圣经里面关乎祂是弥赛亚的启示 关乎祂是神的儿子 关乎祂如何拯救了我们 也包括祂在祂的恩典当中 运用祂的恩典来 按照祂的恩典来拣选了我们 所有的人都是靠着 神所赐给世人的救助 都是靠着同一位的救助 都是靠着万人的救助 这是耶稣基督而得救 神不但拆儿子 做世人的救助 祂也拆遣报福音 传喜信的人 让他们有福音可传 让他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神是要如何拯救我们 所以特派他们去传神的福音 这样我们可以听 而且可以顺从 这听到绝书的话 我们都要遵从 平信回应神的恩兆 而且顺服主的命令 主的命定 接受祂命定 要我们做祂手中的器皿 要安排我们在教会里面 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去服侍祂 各尽其极 建立基督的身体 做神所托付要我们去做的 最基本的 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去承担的一个使命 就是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今天我们要从神恩典的拣选 这个角度来理解 神拣选我们这些外邦人得救 神拣选了我们这些 本来不是他 犹太人不是以色列民的 得救 呼叫我们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使教会群体成为一个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均正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所以很清楚 神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高贵的 很特别的一个威风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神拣选 是神主动拣选 我们是有均正的祭司 是要服侍神的人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欢迎 我们很喜欢听到的信息 对犹太人来说 那他们怎么办 那他们怎么样 他们今天是不是已经被弃绝了 神要我们去宣扬 叫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这是神原来 原先交托给以色列民的 要他们去做耶稣的见证人 去上万国宣扬 神是这样子恩待了人 可是今天这个新的属神群体 这群新的神的子民 已经取代了 以色列人做神手中的亲民 那犹太人怎么办 那犹太人的前途在哪里 为了这个事情 保罗从三个层面 就是神的愚民 神的remnant 生于的民 神的恩典 神的报应 来解释 当时我们所看到的现象 来告诉以色列百姓 也告诉我们 神没有违背 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神也不会 使他对那主的应许落空 以色列人的不信 以色列人的拒绝 神才来的弥撒亚 这些事情 这些现象 都会结束 因为神早就告诉我们 有一天 他们必求告我的名 我必应允他们 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 他们也要说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这是以色列家 有一天会发生的 在前面第九章 保罗已经说了 从前在什么地方 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上来 就在哪里 称他们为 永生神的儿子 我们看到实际上 后半的时候 我们会更详细地 进入到 看到怎么样的情况底下 以色列全家得救 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的 今天我们要思想 神恩典的护照 恩典的拣选 对你对我有什么意义 对你对我 像犹太人传福音 有什么意义 求神帮助我们 了解任何人得救 无论是外邦人 是犹太人 都是靠着 对基于神恩典的拣选 让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 回应神的爱 是因为祂的恩典 祂护照我们 因为祂的恩典 祂拣选我们 我们就要顺服神的拣选 按照祂的信义 去做祂的手中的器皿 去传扬耶稣祂的福音 上万国万民传扬祂的福音 所以保罗一开始从十一章 他就提出一个的问题 他说 我者说 神弃绝了祂的百姓吗 他很诚实地看见 当时的现象 神的百姓 大部分拒绝 神才来的弥赛亚 那会不会带来 神反过来 就为着祂自己 从此拒绝 这些神的子民 因为在原文 弃绝那个字的 那个文法 那个文法告诉我们 是一个 once and for all 是不是神就 从此拒绝了他们 这个 他们不信 不拒绝神的 弥赛亚的这个现象 会不会成为一个 不可挽回 没有办法回转的一个事情 保罗很快地 就对这个 修辞格的 一个litorical question 做出一个 绝对肯定的答案 断壶没有 绝对没有 不可能有 他这样子确信 是因为 我也是以色列人 亚伯拉罕的后裔 属于边亚敏自派的 保罗说 我自己就是一个 神没有 弃绝以色列人的证据 保罗完全 完完全全是以色列人 是totally Jewish 不但是在血缘上面 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而且他是 效法 亚伯拉罕自信的后裔 他是效法 亚伯拉罕的 信心的后裔 而且他是 边亚敏人 在腓立比书 在另外一个书信里面 他解释 进一步解释 他是 希伯来人 所生的 希伯来人 换句话 他父母都是 希伯来人 他是 从肉身上来说 是纯正的 是pure bread 以色列人 另一方面 他也是 信耶稣而诚意 蒙神的恩典 而得救的基督徒 他说 我是以色列人 跟我是基督徒 跟我是靠着恩典 靠着音信诚意 是完全没有矛盾 没有冲突 而且 我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更表明 神没有弃绝 所有的犹太人 犹太人当中 是有得救的 在当时是少数 却是有得救的人 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好像看 以色列是 a nation 好像是 没有接受耶稣基督 他们仍然持守 许多犹太教的一些规矩 可是在犹太人当中 是有信主的人 无论在美国 在以色列都有 保罗他自己 还有一个层面 如果我们熟视保罗的背景 像他信耶稣以前 他也曾经拒绝耶稣 他自己很坦然地承认 就觉得热信说 我是逼迫教会 当然 上次信主的那一刻 耶稣就是告诉他 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是一个拒绝 而且逼迫教会的人 像他这样子的人 上车可以蒙连连 那其余 现在拒绝 现在还没有信耶稣的 那些以色列人 也有盼望 有一天可以蒙连 像保罗这样子拒绝 甚至逼迫教会的人 神也选择恩待了他 神并没有拒绝 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 神预先知道的 不但是知道 这是他所拣选所爱的 这些选择去爱的子民 神也在以赛亚书里面 接着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 我书来知道你们是顽梗 以色列人的悲念 不是 to God is a surprise 没有叫神 没有出福神意料之外 神早就知道 神却是仍然选择拣选他们 仍然选择爱他们 仍然选择与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利约 同样的 神早就知道你跟我是悲念 神早就知道我们是会 不会玩梗 我们是有 会抵撞他 会犯罪 会跌倒的人 可是他仍然选择爱我们 神早就 神没有拒绝 他预先所知道的 正是因为 他早就知道 这些百姓会不信 会拒绝 这些没有在他意料之外 所以也不会使他改变 他原先的计划 更不会导致神被约 保罗在另外一封书信告诉我们 我们纵然适信 他 神自己仍然是可信的 我们似乎有适信的时候 神早就知道 神却仍然选择爱我们 神却仍然选择拣选我们 做他的子民 这是恩典 这就是恩典 不是我们配的 神却选择把这些好处 炸在我们身上 借着保罗就引用 以色列人都知道的 一个历史的事件 来支持他完全否定 神弃绝他百姓的可能性 他提到在以利亚的时代 然后你有机会回去看 列王记上十八章十九章 就提到 当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光景 以色列百姓 在当时雅哈王跟王后 也许别的带领底下 已经离去耶和华 去随从巴黎 去拜偶像 去拜外邦人的偶像 带来神的惩罚 神叫他们三年不下雨 然后神使用先知以利亚 去挑战那些巴黎的先知 在加密山上 显出很大的一个神级 来显明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实 他们所拜的那些偶像 都是一点没有作用的 而且神吩咐以色列人 杀了侍奉巴黎的 跟耶什别所供养 侍奉亚瑟拉的那些 那几百个先知 结果这个王后 心里面很愤怒 她就要追杀以利亚 以利亚刚经过一个 可以说属灵的高潮 在加密山上显出成为神显大能的一个工具 可是接下来它落到一个属灵的低谷里面 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小心 在我们的服事当中 我们常常有一些的 特别的属灵的经历以后 我们更需要小心 杀了会攻击 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emptiness在那边 我不知道我怎么去形容 可是我们需要看到的 不是我们事工的成就 不是我们的那些event的热闹 而是看到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 我们紧紧抓住的 唯一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 不会在那些情况里面跌倒的 是神之心 以利亚再到一个地步 她逃亡 她要逃命 在那个过程当中 她向耶和华护求 她指出以色列百姓怎么样的迫害她 她求神为她伸冤 她说在神面前 控告以色列人说 主啊 他们杀了你的先知 拆了你的忌惮 只剩下我一个人 她对神说 他们杀了你的先知 拆了你的忌惮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溯我的命 在她的极度的压力 右翼底下 她自爱自恋 她以为她是唯一 效忠神的人 千万不要 don't go down 假如你在侍奉当中 假如你在你的 人生的过程里面 你感觉到 唯有我是在爱神的 唯有我是侍奉神的 别人都是 不晓得在干嘛的 snap out of it it's not true it's definitely not true 这绝对不是正确的 不要只想 我是一个人 在那个属灵的高峰上面 其他这种姐妹 都是不晓得在那里 以利亚有这样 指的一个误解 她以为 只剩下她一个人 她以为只有 她是小宗神 别的人都已经 背弃了神 都已经 要不然就是 已经被杀 要不然就是 已经背弃神 随时她惧怕 她自己的生命 保罗就指出 神怎么回答她 神说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没有 都是没有 像巴黎杀鬼的 从来没有 去其跪拜别的神 是跟你以利亚 同样向神 敬重的人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是神自己 神为自己保留的 神说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我为自己留下一群的渔民 一群的remnant 生余的人 是神在历史历代 犹太人当中 刻意保存的事情 每一个世代里面 神都保存了 一些的渔民 不是种树 不是大多数的人 却是真实认同 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 所以在环境 无论如何恶劣 无论他们的 以色列的国家的情况 多糟糕 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硬性仍有指望 神要以色列里面 一提的 再把他们的指望 在乎神 放在神的身上 做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 为神要这样子做 就是要实现神 对他们内族的应许 诚然存留一群的渔民 要去成就 神对内族的应许 要成全 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缘 保罗前面已经讲了 人得为后世 是本福信 他讲到亚伯拉罕的事情 人得为后世 是本福 信 就是属福恩 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 不是我们配的 不是我们赚取来的 只是因着信 是因为本福 靠着神的恩典 借着人的信我们去得到 叫应许 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 不但归给属服律法的 就讲到以色列人 也归给那 效法亚伯拉罕自信的 包括那些外邦人 所以当我们看到 外邦人也应信称义 成为属神的子民 不但没有使神的应许落空 反而更显明 神的救赎计划正在展开 正在像他所安排的 正在展开 神就是要透过这样子 让外邦人能够有机会 听福音 信福音 得救 像犹太人一样 照样看来 就是在现今节时期 就是在保罗的那个时期 也仍然有按恩典的 拣选所留下的余数 保罗对那些 看见大部分犹太人不信 外邦人有信主的人 开始心里面有这个疑问的人 他回答他说 就在现在 仍然有按恩典的拣选 所留下的余数 所留下的余民 所留下以色列人当中的 神所保留的 一小群的余民 不但在保罗时代是如此 直到如今也是如此 因此现在也是这样 按照恩典的拣选 还有圣下的余数 保罗在强调 有这个余民 有这些的余数 是按照恩典的拣选 严格来说是指着 众多以色列人拒绝 相信耶稣的同时 万军之余和华 给我们 给以色列人 存留于宗 是万军之余和华 给死 以色列人 存留于宗 虽然得救的 不过是剩下的余数 却显出神的信实 神的恩典 却显出 神仍然要成就 他向以色列人所应许 他向内祖所承诺的 这是神的作为 不在乎人的行为 这是act of God 这是神的作为 不在乎人的行为 不在乎我们去争取 不在乎我们的 我们的 用我们的工作的去做 去 希望能够赚取 乃是基于 神主权的拣选 因为是神要成全 他咒属人类的旨意 而且是按照恩典的拣选 恩典是什么 恩典就是 你跟我所不配得的好处 神自己选择给我 恩典就是 神将我们不配得的好处 给我 恩典的拣选就是 我们不配被拣选 神却运用他的主权 印着他的慈爱 印着他的美善 他选择让我们成为渔民 成为这个世代的渔民 神保留的渔民 是他绝对没有弃绝 他百姓的一个最好的证据 保罗是一个渔民 其于信耶稣的犹太人 也是蒙恩得救的渔书 是这个新的属神群体的其中一分子 今天教会里面 教会群体里面 是有犹太人 是有一些列民的 是有信耶稣的一些列民的 今天在美国 至少有两个机构 Jews for Christ Jews for Jesus 就是新主的犹太人 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一个机构 就是他们看到 因为在圣经里面 很清楚告诉我们 教会是 不管是外邦人是犹太人 都在基督里成为一流 都在基督里成为一流 教会里面是整体 是所有 不管我们的文化背景 种族背景 宗教背景 只要我们蒙神的拣选 回应神的护教 以信心 接受神的恩典 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 就成为神教会里面的一分子 以色列人到如今 仍然大多数不信主 所以整体 overall我们可以说 他被神格置在一旁 没有发挥 神选民 见证神恩典的共用 可是这个的 这个的放在一旁 这个的rejection 却不是完全的 也不是终极的 It's not total It's not terminal 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这样子 也不是永远会是这样子 下面保罗就进一步解释 神的拣选既是安于恩典 就不是犹豫行为了 我常常提醒我自己 神的恩典 神的救赎 神的拯救是出于恩典 是本负心 I'm never good enough to be saved I'm never bad enough to lose it 不是因为我怎么好 所以我得救 也不会因为我怎么坏 我们就没有办法得救 都是神的恩典 甚至不会因为我这么坏 我都会失去我的救 都是神恩典的选择 是按着恩典 不是犹豫行为 与民被保留 完全与人的行为无关 乃是按着神的恩赐的属性 将人不配得的恩典 好处赐给人 做功德的工资 不算是恩典 是他应得的 前面保罗讲了 我想这个是 我们都能够理解 我们都接受的真理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你上班一个月 或者pay period以后 拿到薪水的时候 会谢谢你的老板 竟然把支票给我 还是你说 I deserve it I work on it I work hard for it 到晚上八点钟下班 才拿到薪水 那不是恩典 那是应得的 假如一个人 被神拣选成为愚民 是犹豫他的行为 是靠着他的行为 是因为他所做的工作 赚取赚得的报酬的话 那就根本不算是恩典 所以说否则恩典 就不是恩典 所谓恩典的拣选 就不能够是恩典的 如果是人用自己的方法 争取出于神恩典的拣选 这是Oxymoron 你不能够赚责 你不可能靠着你的行为 去得到恩典 因为恩典就不是 在乎行为 假如你是这样子 争取他 你就永远得不到 或者你得到的 根本就不是恩典 你得到的是别的东西 不会是神给人的 恩典的拣选 可是这个就是 以色列人问题的一个证据 所以保罗说 这么 并怎么样呢 换句话说 我讲了 以利亚的事情 我讲了 有渔民 存留下来 是按照恩典 蒙前选的 跟我现在所面对的 这个情况 以色列人 大多数不信耶稣 外邦人却猛恩得救 引起一些人 会想 神有没有真的 弃绝了百姓 保罗说 神早就知道 这会发生 神也一直 历世历代 保存了一群的渔民 按照恩典 被拣选的人 是为了要 叫神的承诺 得以实现 目的是要叫 人有盼望 任何人 都可以有盼望 无论那个状况 是多糟糕 你只要看看 以色列人的历史 你就要晓得 神没有弃绝他们 神也不会弃绝我 我只要看看 不错神 人的不顺服 人的不信 会带来神的 报应 神的惩罚 我们下面会看到 可是神仍然是 有恩典 有灵敏的 以色列人所求的 他们没有得着 唯有蒙拣选的人 得着了 其余的 就成了顽梗 不化的 保罗知道 以色列人 上神有热心 他前面讲了 我为他们做 今天他们真的是 有热心 可惜的 他们的热心 有正诚 却没有正知识 却没有 却不是按着 真理去做 他们热切地去追求 异的律法 却达不到 律法的要求 因为他们追求的方法 是错的 他们没有按着 神的方法 弟兄姐妹 神为什么把圣经 留下来给我们 神为什么把他 人要到神的面前 人要 神的恩典 人要去亲近神 去敬拜神 必须经过 神定规的方法 不是我们自己 想象出来 我们自己想象出来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 没有找到真神的人 就自己去造一个神 我们的信仰是 神造人 神寻找人 许多的迷信偶像是 人找神 人找不到的神 人就造一个神 出来去敬拜 求神帮助我们 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 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所敬拜 侍奉的是 创造我们独一的真神 使他把他自己 得救之道 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按着 他的方法 假如我们用别的方法 去追求的话 我们绝对 得不到 他们不是凭着 信心求职 凭着行为 以为可以看着 人的行为 达到神在 在神面前 有义的地位 有合神标准的地位 保罗说 唯独 就是说 相反的 唯独 蒙检选的人 得到了 只有蒙检选的人 以色列的渔民 外邦人的信徒 都是蒙检选的人 他们都在神的眼中 是合格的 和服神标准的指引 那其余的犹太人 怎么办 那众多的犹太人 怎么办 他们是在 什么的光景里面 保罗很诚实地 告诉他们 其余的犹太人 没有被拣选的 他们都成了 顽梗 心硬的 顽梗 心 刚硬的 只是说 你的心被刚硬 是hardened 这些人因为自己的不义 因为自己的罪 是不义的 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 都是一个罪人 我们在神面前 都是不义的 这是我们在前面提过 这是最基本的 我们需要去 接受需要理解的 一些事情 而且他们的顽梗 不信 不接受所听到的福音 不顺从 神所显明的救法 坚持用自以为师的方法 结果 他们的心 被神刚硬化 是因为他们的拒绝 因为他们的顽梗 不接受 神已经跟他们讲的话 神已经透过 上次我们看到的是 从创造 从诈自然 对犹太人来说 他们有神的话语 他们有绝对的机会 去听到神的话语 明白 神告诉人 要亲近他 要得救的途径是什么 得救的方法是什么 犹太人每一次 上到圣殿里面 敬拜的时候 他第一个碰到的 家具是什么 同祭坛 你不除罪 你没有办法去听精神 这是神很明显地 告诉他们 今天我们为什么 不需要献祭物 因为我们是 借着实际家 耶稣基督家上面 已经一次被献 成就了永远的赎罪 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 唯一的途径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天上人间 没有吃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们不要靠着耶稣 我们才能够 进到神的面前 凡不遵从的 凡拒绝的 会带来神的报应 会带来神的处罚 会带来 他们的心被神映化 以赛亚先知的预言 正应验在他们心上 他说你们听是听见 却不领悟 看是看见 却不理解 因为这百姓的心麻木了 是他们的心麻木了 他们的耳朵不灵 眼镜闭着 免得眼镜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领悟 回转过来 我咒意知他们 神说 就是神一个恩典的应许 假如他们眼镜看见 假如他们耳朵听见 回转过来 我咒意知他们 虽然他们在被神管教当中 神说 只要他们回转 我就会 意知他们 我就会拯救他们 可是在当时候 他们因为自己的不信 因为自己的拒绝 他们是受到神的处罚 可是这样子的处罚 不会永久 我们下面会看到 神却是透过这样子的情况 叫外邦人得救 要接着外邦人得救的事情 激动你们 是激动以色列人 先渡那不识国民 至终带来选民的回转 因为他们什么时候回转 神就要意知他们 神就要拯救他们 以至有一天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有一天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神的定义 神的计划 永远不会被破坏 恩典的拣选 是出于神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子耶稣里面 赐给我们的 这些恩典是在神子耶稣里面 赐给我们的 人要凭信心接受 配合神的作为 就得到神的救赎 神爱死人 神爱我们每一个人 爱到一个地步 将他独圣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 无论犹太人 犹太人是外国 是中国人 是美国人 是任何一个种族的人 照一切 只要是信他的 都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反过来说 找人拒绝 不愿意上心 坚持 依靠自己的行为 我就会继续地奔上灭亡 我就没有办法得到永生 我就没有办法回转过来 我没有办法被神回转过来 以色列百姓当时的光景 对神的子民 是他对神子民 事情惩罚的一个结果 保罗借用摩西 就在以色列 可以说刚立国的时候 在选民度过约丹 和进入家 应许之地之情 他引用摩西讲的一些话 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 对他们说 耶和华在埃及地 在你们眼前 像法老和他的众神仆 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 是你们都看见的 他面对的是 已经是第二代出埃及的人 第一代已经死在旷野里面 他们正要度过约丹 和进入家应许之地之前 摩西再次提醒他们 你们年幼的时候 都看过这些事情 你们的父母都看过 神在埃及地 在法老和在神仆面前 所降的食灾 所让你们能够过红海 分开了过海水 这些你们都经过 你们都看见 肉眼都看见 可惜的是 这些的经历 没有建立百姓的信心 使他们愿意信靠神 而进入加南地 在家底斯巴尼亚 十二个摊子出去 都回来都告诉他们说 那个地的确是很好 But 我们常顺服神也是 你的职业很好 But 可是 那边的城是建古的 成长是很高的 那边的人 亚纳族的人是高大 我们在他们眼前 好像一个赵蒙一样 他们没有信靠尤华 唯有 唯有加勒跟约书亚 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那一个世代的云民 他们就是在那一个世代 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进加南地 只有他们两个人进 只有他们去继续地承受 神的应许 神的承诺 摩西接下去就说 因为你们没有信心 因为你们虽然亲眼看见 这些的思念 这些的大事 你们却没有信心 进入加南地 神 耶和华 到今天没有使你心里明白 眼睛看见 而你们听见 这是神的 judicial hardening 这是神对他们的管教 对他们的惩罚 这是神对他们的不信 所施行的报应 保罗借用这句话 用更强更直接 更affirmative的语气说 摩西是说 神没有使你们的心能明白 保罗说 神把给你们麻木的灵 昏迷的心 神使你们不能看见的 给你们不能看见的眼睛 不能听见的耳朵 直到今天 这是神使他们的灵 失去敏锐的知觉 看不见属灵的实际 听不见神的欢迎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说 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是凭信进到神的家里 我们现在说 我们行事为人 不但是凭眼见 是凭信心 你凭信心看见什么 What do you see? 还是只是我们眼前 肉眼看见的东西 还是我们看到 这个属灵的实际 我们口里面唱 耶稣为主 耶稣为王 耶稣坐在宝座上 Do you really see that? It's a reality 我们是不是真的看到 这个属灵的实际 祂是主 祂是王 祂是掌管我的生命 我们真的 真的看见 真的凭着这个来过生活吗? 我们今天说 凭信心 不是凭眼见 那我们是因为 看见眼前的环境 我们就心里面慌乱 还是我们相信 神讲全 神讲全 直到永远 洪水泛滥的时候 也要做主为王 直到永远 那个属灵的实际 在你来说 是不是真的一个实际 是不是真的是一个 你会live by的一个实际 你会靠着这个实际 活在这个实际当中 直到保罗的时代 以色列大多数 仍然是存着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所以就受到不信的报应 神使他们的信刚 是对他们不信的处罚 他们的信刚应 是不信所带来的后果 不是因为他们的信 神使他们的信刚应 所以他们不信 是因为他们不信 带来神的报应 神的处罚 让他们的信更刚应 保罗引用大卫 世人大卫的话 大卫说 愿他们的言习 成为他们的网络陷阱 半早时候报应 愿他们的言习 成为他们的报应 成为他们的半早时 这是引用诗篇69篇里面 大卫所写的 在69篇直接的 那个context immediate context 里面的上下文里面 他们就指那些 逼迫攻击大卫的人 世人在那边呼求神 为他申冤施行报应 比如我们有这个剧 回去看诗篇69篇 你会体会到 那是一个弥赛亚诗篇 Messianic Psalms 换句话说 这个诗篇里面所讲的话 一方面在当时的处境里面 是对着那个 诗人的一些的经历 同时是预表 弥赛亚上会 遭遇到的一些经历 学个例子 四篇69章 四篇69章 我们刚刚保罗引用的是 二十二二十三节 二十一节怎么讲 四篇69篇二十一节说 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 我渴了 他们拿醋给我喝 你记得什么地方 有讲这个话吗 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 我渴了 他们拿醋给我喝 都是发生在 主耶稣在食物 在食物上面的事情 这是 这是为什么我们说 这是一个Messianic Psalms 这是一个弥赛亚诗篇 这边是讲到 耶稣将来在食物 在食物上面的时候 那些罗马的冰定 拿苦胆 淘和的酒给他喝 在马达福音二十七章 因为是一个麻醉的作用 他却拒绝不用 到最后 原来福音十九章记载 当耶稣在快要断气之前 他说我可怜 要成就一切的话 我可怜 他们就拿醋给他喝 都在 耶稣在弥赛亚的身上应验 保罗这些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来说明 神将会如何报应那些 反对嫉妒攻击耶稣 就像当日 大卫呼求神 怎么去对付那些攻击他的 现在同样的 那些攻击嫉妒 反对耶稣的人 他们的言习 变为他们的网友 险阱 半角石和报应 这像那些言习 他们以为对自己有益处的 我们都喜欢去言习 对不对 我们都喜欢去 有吃有喝的地方 以为是对我们有好处 神说 他希望会把这些变成 缠绕他们 夺去他们自由的网友 也会导致他们掉在险阱里面 落在坑里面 陷入在低谷当中 也有可能是成为他们的半角石 是扳倒他们 是他们站立不住 今天许多我们看 外面 外面看起来好像是很好的事情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好像没有什么 什么 intrinsically wrong的事情 我们以为对我们会有好处的事情 神说 都有可能变成我们的网络 我们的心情 因为把我们 从神的旨意里面带走了 什么是偶像 什么是偶像 今天你心里面有没有偶像 偶像不一定是一个木偶 放在你家里 你在那边去跪拜 偶像是在你心里面 你追求的对象 今天你追求的是神自己 还是在神以外的任何人事物 今天你知道追求的 我们心里面 我们唱四个的时候 很容易像围堵基督师 我只愿意在你面前 我只愿意留在你的同在里面 我真盼望 我们都很强势地 能够对神讲这句话 他们对这些 神对这些人的报应 除了身体上 物质上的这些难处以外 还会带来属灵的后果 他们的眼睛 昏蒙 不得看见 就是照受神的处罚 神的 使他们有麻木的 灵魂的心 眼睛不能看见 不能看见的眼睛 我们越偏离神 我们越拒绝上心神 我们就越难看见神的真实 圣经描述说 我们的良心 好像被热铁落关了 已经麻木了 没有反应 没有办法去体会 神要向我们所说的话 神要向我们 让我们看见的属灵的实际 在这些重重的压力底下 神使他们的 总是歪曲被俘 站不起来 今天我们看到 神的百姓站不起来 我们看到教会站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重重的压力底下 我们没有办法在仇敌面前 昂首挺胸 因为我们所信的 不是神的恩典 是人的作为 当我们依靠人的作为 以为靠我们自己 可以做成就什么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 站立得住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他们多次 因为不信靠神 而遭遇外敌的侵扰 他们也有被欺身 随从外部人摆偶像 圣经都描述 成为他们的王 都成为他们 缠绕他们 他们没有办法 自由地去敬拜神 没有办法 让他们的心 向神敞开 这个心已经充满 太多太多其他的偶像 甚至神容让 神管教他们 到一地步容让北国 以色列南国 犹大 先后被 亚述被巴比伦所灭 神的子民被弄 在敌人面前站不起来 但在他们的不信 他们的不义 他们带来这些神的处罚 神的恃报应当中 在这一切的 不好的事情当中 神一直保留 每一个世代 有一群的渔民 神一直保留 在每一个时代里面 都有一群生余的人 是真的上神是尽忠的 是做神上选民 施恩的管道 神的子民没有被弃绝 使以色列人可以伤心 虽然他们因为不信 遭受这些的处罚 我们不必要绝望 今天你跟我一样 我们可能看到 我们自己的光景 看到教会的光景 看到不是教会的放凉 我们会觉得灰心 可是弟兄姐妹 不要绝望 神定义做的事情 一定会成全 你跟我的责任 就是这样 今天在这个时刻 我们回应神恩典的拣选 恩典的护照 我们站稳自己的岗位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在社会里面 我们在家庭里面 尽我们的职份 尽我们的本分 去做神教徒我们的事 我们仍然要认定 神要守约施慈安 This is God 这是祂的属性 祂不改变的神 祂会守约直到永远 讲到恩典 我想很多人都很熟识一首诗歌 奇异恩典 我不知道上了几百遍 奇异恩典的作者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先生 他的晚年的生活 可以说是一个 靠恩典生活的一个名证 可是他并不是 一集都是这样子 在他所写的诗歌 奇异恩典里面 他要少来描述 他自己是什么 前我世上尽被巡回 傻眼尽得看见 他以前在他年幼的时候 他以为他自己 可以过很自由的生活 他从小 他妈妈是信耶稣的 他妈妈有像他 讲神的事情 可是他就像 许多的年轻人一样 他没有接受 他父母的信仰 他没有接受 他父母告诉 他的神的话语 他要去自己去床 他要自己去 有自由地过生活 结果他落在 许多罪的捆绑当中 他曾经一段时间 在一个贩卖劳力的那些船 运送奴隶的船上面去打工 后来他自己 慢慢慢慢变成了船长 他自己有一条船 他自己做这个的生意 直到1748年5月10号 就在他一次要坐在那个船上面 经过那海洋的时候 遇到了极大极大的风浪 他在他的日记里面写 我相信我们是没有办法存活 我跟我的船都会死掉 我就想起我妈的话 我就求告 我就呼求神 Lord have mercy upon us 他就呼求他母亲 可能曾经介绍给他的 耶稣说 主啊 求你灵敏 神的确灵敏 所以当他写 起义恩典的时候 他是在讲他自己 起义恩典这首歌 我们很熟悉都是 We know us 就有这个歌名 他刚出来的时候 并不是这个名字 起义恩典是他歌的最先两个 英文是两个歌 Mason Grace Houseway Song 最少出现在四个本上的时候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Face, Reveal and Expectation 信心的回顾 与期待 是讲到他的医生 怎么样印着信心 他回顾过去神的恩典 以前是世上的 现在被寻回 本来是演啥的 今天我能够看见 再看到前面 千万年之后 他整首诗歌 By the way 起义恩典原先的原版 是七节还是八节 不是四节 我们现在把它screen out 但是一直在描述 信心成为他生活的中心 让他能够回顾过去神的恩典 能够期盼将来 神继续地向他施恩典 信心跟恩典是分不开的 神的恩典跟我们的信心 是分不开的 我们得救是 靠着神的恩典 借着人的信心去支取 神恩典的拣选 也是我们需要凭信心去接受 去承担 弟兄姐妹 我们回顾我们的一生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人的努力 人的挣扎 人的成就 还是神的恩典 我们上前观望 我们要得的是什么 人的成就 人的工作 人的事业 还是神的恩典 恩典的拣选 唯独恩典 唯独恩典 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 站立得住 然后有恩典 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 被拣选 被拣选 唯独恩典 让我们能够走完 这一段的路 我们去导致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主 你有一切的权能 你有绝对的主权 你却选拣选 像我们是恩典 不是我们配的 你却是 应着你的恩典 应着你的慈爱 应着你的美善 你拣选了我们 求主帮助 我们真的更深的思想 更多的体会 你的恩典 我们要如何回应 我们要如何地活在恩典当中 求主使人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我们大家一同站